优律美称理解04 月13日2 18点18分更新12点04分建立 推介403 分享日本周二13日 正式决定将储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稀释后排入大海 中国南韩等周边国家及民间均出现不满声音 反对排放核污水污染海洋生态的做法 但美国则对盟友日本的做法表示理解 国际员、智能机构表示将寒川的水排进大海的做法 在世界上易属常见 而且日方已提供独立的监视部门 认为做法并无不妥 IAEA总干事格罗西 周一与奥地利维也纳会见中国常驻 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 称理解日本核污水排放受到全球关注 IAEA希望以公正客观科学的方式做评估及监督 应致力避免核污水危害海洋 王群义向IAEA表达对事件的关切 同时认同该机构发挥的作用 南韩国务调整 市市长据润哲于周二早上 在首尔的政府大楼紧急召开副部级会议 会后向记者表示 政府对日方的决定表示强烈遗憾 又指政府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障南韩人民安危免受核污水影响 并敦促日本公开核污水的处理资讯 当地的环保团体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则对日方的决定表示理解 称日本在特殊及困难的状况下 权衡不同的做法及其影响 并按IAEA的安全标准做具透明度的决定 期待日方继续协调及分享有关监察和污水排放影响的资讯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周二的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核污污水处理事关国际海洋环境 食品安全及人类健康 又指现实已处理的核污水仍有放射物质 认为需要进一步进化处理 对于美国表示理解日本的决定 赵立坚指美方向来重视环境问题 希望美方在真正的环境问题上对视不对人 台外交部则指 日本承诺按国际标准稀释过滤并进化核污水 且仍有两年的准备时间 台湾会持续向日方表达关切 密切留意后续动向 又指高度重视日本的处理方式 呼吁要重视台湾权益 并透露日本在正式决定方针 前已事先向台湾同意